大家好,現在疫情仍然十分反覆 每天仍然有雙位數字的個案 還有很多源頭不明的個案 所以我們防疫絕對不能鬆懈 但我們收到很多投訴都是針對外傭 現在仍然在限聚令下 我們都看到有很多外傭在不同地方聚集 很多僱主都向我投訴 其實都希望外傭假日不要出去聚集 寧願跟他調價也好 又或者遲些補價給他 甚至給他錢讓他星期日不要出去聚集 但跟外傭都談不到結果 希望政府找方法禁止外傭假日聚集 還有大家都擔心外傭宿舍的問題 因為事實有些外傭在宿舍確診 僱主也擔心外傭會回家令家人受到感染 就着這個問題大家也很關心 我在明天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口頭質詢 如果想知道官員怎樣回答我 明天記得留意我們的直播 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多謝你